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JJ休斯顿房屏 今天我们要看的这套房子是一套位于休斯顿Bridge站这个很高档的社区的一套60万左右区间的湖景房 我来拍这个样板间的时候,他们的湖景地其实就剩下两块了 一块是很边缘的一块地,那块地的感觉不是很好 另外一块就是样板间旁边的一块地 其他的所有的这个湖景的地全都卖完了 因为样板间刚出的时候,这个湖景的地早比样板间出了有三个多月的时间 那个时候在旧的样板间就已经很多人选了这些湖景的地了 所以我来拍的时候其实有点晚了 但是样板间做得很漂亮,新的样板间有不同的设计的风格和不同的感觉 现在就让您看一下这个样板间的感觉 如果您对这个房子感兴趣或者对休斯顿地产感兴趣 欢迎加我微信,关注微博联系我 我是JJ,现在我们看房子咯 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个房子就是一个湖景 我们现在看的这一圈这一边的全都是以后的湖景 所以卖的特别好 然后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套就是样板间 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样板间的感觉 这个房子不是很大,只有3380尺左右 旗舰价格是49万美金左右 如果加上一些升级的家装的话 那差不多这个房子坐下来不在湖边的情况下是50几万 如果在湖边的话是60几万左右 一进门右手边是这样的一个楼梯 这个房子的建商是Darling Home Darling Home呢这种感觉就是比较美国中产的这种简约风 一进来之后呢,左手边其实是一个套间 但是这个套间是可以改的 这个套间的洗手间 这个套间要么你就做成卧室 那么这个房子有五个卧室 要么这就是一个书房 就是可以选择的 这个房子之所以感觉比较亮堂 是因为它窗户 我以前经常讲这个房子的感觉好 一个是挑高,一个是窗户 就这两种 只要是做到了高挑高,窗户多 房子任何一个朝向都一点问题都没有 非常漂亮的亮堂 然后在这边的右手边呢,其实就是车库的位置 它现在改成了办公室 这个位置是洗衣房 在样板间当中呢,洗衣房都有很多个柜子 但是这些柜子其实是家装升级的 所以到时候如果您不选这么多柜子的话 就可以省点钱 如果选这么多柜子就贵不下 洗衣房再往里走这个门呢 是直接通向主卧的衣帽间的 主人把衣服,脏衣服直接可以扔到洗衣房来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漂亮的客厅 这个房子的总面积不是特别大 所以它的客厅其实不是很大的感觉 挑高是非常棒的 因为样板间位于湖边 所以样板间是个湖景的地 那有一个推拉门,看出去是湖 亚板间的升级差不多是10万美金左右 所以如果您想跟亚板间装的一模一样的话 那这个房子的价位差不多 在湖边的情况下是在65万美金左右 厨房 总体面积3380尺 所以不能跟我们拍的很多大房子相比 每一个房间可能都小一点 但是小而今有温馨 Darling Home在4000尺以上的房子 差不多的价格都是在78万左右的旗舰的 所以像这个房子只有48万美金的旗舰 其实在Darling Home当中是非常划算的 我们总是要谈一个性价比嘛 所以美国的房子不能按单价来算 因为好的建商高端的小区 和普通的建商稍微低端一点的小区价格差很大 这个房子的压门间我觉得有一个不太好的地方 就是它压门间没做top 根本就没有这个浴缸 这是一个衣帽间 然后旁边还有一个衣帽间 所以也是分男女衣帽间的 这边是马桶间 但是我已经问过Sales了 如果说你想做浴缸的话呢 也没问题 它有这样一个选择 让你做浴缸 好 现在我们去二楼看一下 其实这个房子最重要的就是一种设计感 一种很简约的 很洋气的 很Instagram的这种设计感 再加上就是湖景的这块地 二楼一上来 还放了个乒乓球桌 这就看得出来有多少种人来白放了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放映厅 放映厅就是指图了一个墨绿色蛮简单的 放映厅 右手边走 这个门是一个通往侧面阁楼的门 往这边走就是一个卧室 床都是Queen的床 所以卧室的感觉是这样的 依然是一个套间 然后这边是衣帽间 再走出来之后呢 看这是什么 一个储藏室 储藏室的这两边就有两个卧室 这边一个 这边一个 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卧室 也是Queen的床 卧室面积不大 可是窗户非常漂亮 在卧室旁边呢 就能看得到外面的风景 然后我讲的 还可以买的这块地 就是这个房子隔壁的这块地 然后后面是这样的一个湖 然后湖的另外一面 就是漂亮的健身房啊 泳池之类的 就是我现在指的这个位置 就是健身房和泳池 它正好是面朝着湖的 所以这个小区的公共设施是非常美的 然后呢 再进来 就是一个桃间 我们再去另外一面看一下 另外一面的这个修手间开在楼外面 因为这样的话 来打乒乓球的人也可以过来上厕所 然后过来之后呢 像这边做了一个有点落地窗一样的大窗户 所以这个房间真是太阳光明媚了 哇 这个小卧室做得真好 整体样板间的基调是一个墨绿色的基调 所以挺高雅的感觉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样板间了 如果您对修斯顿一产感兴趣 或者对修斯顿的投资房感兴趣 欢迎在我微信关注微博联系我 我是JJ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